我当兵退伍到教会开始我在外面工作 教会有分好几个牧区 就看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而我那时候去学日本料理 在日本料理店上班 所以教会就把我分给魏姐他所建立的服务业的牧区 所以开始跟着魏姐 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聚会为主 但是如果在工作上跟聚会冲突 会希望以聚会为主 但是在服务业里面的基层 他们没有多的选择 他们就只能做很基层的服务业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到教会 因为牧师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以聚会为主 那我们教会的做法是 到他们工作的附近 就直接建立一个聚会 使他们下班就可以聚会 那服务业的人就有一个聚会的地点 有一个认识上帝的地方 服务业他们下班大部分是9点半到10点 我们聚会的时间是晚上10点10点半开始 到11点半一定要结束 是晚重拜也是 聚会的地方是马上他们下班就可以聚会 比方麦当劳肯德基或是牛乳大王咖啡厅 如果都没有就是7点11 这个很方便 我想宣教室他们的特色是 他们在传福音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没有保留自己 这个很影响我 那如果在教会的一般工作 好像他们有上下班 可是宣教室没有好像他们只要有福音的需要 他们就愿意做更多 这使我思想 就是服事这个观念是什么 然后我也真的觉得宣教室在文化上 因为不一样 然后他们要让跟当地人相处 所以他们更谦卑 好像使当地人感受到的是 他们是被接纳 是被接纳 而不是来教导我们 而是他们好像来向我们学习 要再一次 这些人感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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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感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